圣徒永恒的安息 第四章 这安息是为何等人而设 笔者在那高山上描绘圣徒安息之荣美时 感觉那里甚好 故此与笔触逗留颇久 若不是我的畅想与主题严重失衡 我仍会在那里流连更久 仰望天上的乐土怎会有乏味可言 读到如此高远而辉煌无比的荣耀 陌生人会问 这该是为何等稀释之辈而预备的 并指望看到某些璀璨明星的突然显现 殊不知 将得此荣耀的只是些上帝用尘土一杯所造 因被赐予不可见的理性灵魂而有生气 又因上帝恩典无形的复原能力 而正在得矫正的人 你也许认为 想必是那些有功德在身的人 才配得此荣耀 要不就是身带贵重的资财 才能到天上换取荣耀 殊不知 人生来一无所有 因此也没有什么是配得的 不仅如此 人应得的与荣耀恰恰相反 而且只要可能 人就必然向自己应得的下场走去 只因人被上帝的爱俘虏 带到万有之主的面前 感恩备置地接受他做自己的主 并信靠他 他就靠着主 又在主里面得到上述殊荣 更具体而言 这安息是为上帝在亘古以先 就拣选了的人而设 是上帝赐给这些人救主耶稣基督的 他们已得重生 深信人有罪的状态是邪恶的 其结果是悲惨的 深信被造之物 其本质是虚空 基督却能满足一切 他们的心意已得更新 他们与基督立约 又将这约持守到底 一 这安息是为圣经称之为上帝的子民的人而设 上帝从创立世界以前就拣选了他们 使他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 无有瑕疵 他们只是人类中一部分 这一点在圣经和人类的经验中都是显而易见的 经上说 这一小群人 他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他们 他们的人数比世人想象的少 却又不像某些悲观的人认为的那样稀少 后者 虽明知自己愿做上帝的子民 却怀疑上帝是否愿做他们的神 二 这些人是上帝赐给他爱子的 在迷失的状态下 蒙基督救赎 又被他提升到荣耀中去 经上说 父已将万有交在子手里 但其程度仍不如他将自己所拣选的交给爱子那样 福音书指出 父已赐给子权柄 管理凡有血气的 叫他将永生赐给父所赐给他的人 使徒保罗则清楚地表达出两者之间的区别 他说 父将万有伏在子的脚下 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手 尽管基督从某种意义上 的确是为所有人做了赎价 但不如像为他的子民那样 在特别意义上做了赎价 三 这些人成为上帝子民的一项重要条件是 他们必须得重生 未得重生就成为上帝的子民 就如同未经出生就成为某人的孩子一样 是绝对不可能的 我们既生来就与上帝为敌 所以就必须经过重生才能成为上帝的儿女 否则就依然处于与他为敌的状态 我们若竭力喜心革面 灵力却未得着新生命 结果也只能使我们更加自以为是 而绝不意味着得救 四 上帝的公义法则是对上帝的羞辱 他对罪人具有毁灭性 重生的罪人听到对罪的指责时 不再无动于衷 相反 只要提到他的罪 就会深深的触动他的心 可他愿意让你一针见血的指出他的罪 他以前总是不解 人们为什么总是对罪大惊小怪 以为人即便稍越雷迟也无关大碍 却认识不到的是 其中十恶不赦的罪 使得基督必须为这罪而死 不信基督的世人 也必因这罪永远在地狱中受折磨 而如今的情况却不同了 上帝使他的瞎眼得以看见 认识到罪无比邪恶的性质 重生的人确信 是罪导致他们悲惨的下场 他们往日读上帝律法的警告 如同在读爪哇国的战争故事 如今却发现 那正是自己的故事 发觉读的是对自己末日的审判 就仿佛看见自己的名字 写在下地狱者的名册上 又听到律法像拿丹那样宣告 你就是那人 上帝的震怒 昔日对罪人来说 只是像躲在换衣间里观看窗外的暴风雨 又像是健康的旁观者看病人受苦 而如今他发现这病恰恰是生在自己身上 自己就是那被定罪的人 从律法的观点上看 他是死的 是必须下地狱的 假若这定罪执行 他就将绝对而无可挽回的落入地狱的悲惨下场 这就是圣灵在每个重生人的心里所做不同程度的功 若不是先认识到自己的罪 且被定了罪 罪人怎能来到基督面前求赦免呢 若不是发现自己在灵里是死的 又怎能来到基督面前求生命呢 正如耶稣所说 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 有病的人才用得着 了解自己的惨境后 随即找到解救办法 必然能免除大部分的麻烦 而明白上帝怜悯带来的喜乐 或许能使人很快地忘记对惨境的感受 他们同时深信 被造之物是虚空的 不足以满足人的渴望 人人生来都是偶像崇拜者 从人类之初堕落时起 我们的心就远离了上帝 且从那时起 被造之物就变成了我们崇拜的偶像 这是我们人性的重罪 凡未重生之人 都将上帝受敬拜的特权 以及他们内心的至高地位 归给了受造之物 换言之 人若遇见苦恼 就会飞快地跑去向受造之物寻求帮助 将他看作自己的救主 人们随口称上帝和基督为主 为救主 但他们内心指望的 却是上帝借以施展其作为的受造之物 享乐 利益 名望 是未重生之人寻求的三位一体 是他们属肉体的老我将这三者合而为一 当作自己崇拜的对象 自己要做神 乃是人类的原罪 也是一代代的在我们人性中衍生的最严重的罪 在上帝该成为我们的指引的地方 我们却偏行几路 在上帝该成为我们至高无上的君王的地方 我们自己做王 上帝为我们颁下的律法 我们诟病他 企图修改他 只要可能 我们还会将他颠倒过来 在上帝该看顾我们的地方 我们必须靠他看顾 否则必灭亡 我们却要自己看顾自己 我们本该在每日的领受中依靠他 可我们却情愿将自己的命运操在手里 我们本该顺从上帝安排的时候 却常怨天尤人 还以为自己能够做出比上帝更高明的安排 我们本该尽心寻求上帝 爱他 信靠他 荣耀他 可我们一心寻求 所爱 信靠 荣耀的却是我们属肉体的自我 我们情愿所有人的目光和依靠都集中在自己身上 而不是在上帝身上 情愿所有人将感谢都归于我们自己 而不是归于上帝 我们乐于看到自己 而不是上帝 成为世上唯一受尊宠敬仰仰的对象 所以我们生来就是自己崇拜的偶像 而一旦上帝使人的灵魂重生 这大滚神像就扑倒在地 这就是上帝拯救的伟大作为之主要目的 使人心回转归向自己 他使罪人相信 人作为被造者 且无法做自己的上帝 让自己得到天国的福气 也无法成为自己的基督 从地狱的惨境中就拔自己 回归到自己的福祉上帝面前 上帝不但凭着自己的话语 且靠着他奇妙的安排而做拯救的工作 这就是他在人身上做悔改的工作时 常有苦难不幸发生在人身上的原因 在上帝最强力的话语 被人当作耳旁风的时候 他会让事实说话 迫使人倾听 若有人将自己的金钱财富 当作崇拜的偶像 上帝就会让他陷入金钱 无法帮助他的境地 或让他的财富插上翅膀 离他而去 这对人回转是何等大的帮助啊 若有人将享乐当作偶像 无论是风流之眼 好奇之耳 饕餐之事 还是贪欲之心所想的 上帝统统从他身边挪去 或将这些变为苦胆阴沉 这对人回转又是何等大的注意啊 上帝将人投入使他衰弱的疾病 使他内心伤痛 唤起他的良心谴责他 这其实是在对他说 你的声望 钱财 享乐 若能帮助你 你就试试吧 这些能医好你受伤的良心吗 能支撑你摇摇欲坠的帐篷吗 能让你即将离去的灵魂 留在肉体中吗 能从我永久的震怒中救把你吗 能从永火中赎出你的灵魂吗 大声呼求你那些偶像吧 看现在他们是否仍能做你的上帝 你的基督 这对罪人又是怎样的棒喝啊 这时人的理智才会在真理面前低头 就连肉身也会承认受造之物的虚空 那欺哄我们的魔鬼此时也会原形毕露 上帝的子民也深信人绝对需要耶稣基督 基督能完全满足人的渴望 他是至尊的救助 正如饥荒中人深知自己需要粮食 听到读到对自己定罪宣判的人 急于得到赦免 因债务细域的人急需偿还债务一样 此时 罪人感到身上压着无法承受的重担 看到唯有基督能将他移去 他意识到律法宣告他犯了叛逆之罪 唯有基督能使他与上帝和好 他就像一个被狮子追赶的猎物 若不赶紧找到避难所就会丧生 此时上帝让他置身于必须做出选择的境地 要么让基督使他称义 要么被永远的定罪 要么让基督拯救他 要么是永远葬身于地狱之火 要么让基督把他带到上帝面前 要么是与上帝永远隔绝 难怪有位殉道士面对行刑的烈火仍在高呼 唯有基督 唯有基督 能使人在饥饿中得饱足的不是金银 而是饼 同样能使被定罪之人的安慰 莫过于赦免 此时 为得着基督 罪人将万事都看作粪土 他先前以为有益的 现在因基督都看作有损的 罪人既看到自己悲惨的下场 而且他自己和世上任何人和事都无法解救他 因此他意识到除了基督之外 别无拯救之恩 他看到尽管被造之物和他自己都不能使他得救 基督却能 他看到人自以为意的无花果叶 随遮盖不住人的赤裸 基督的意却大的足以遮盖人所有的罪 我们的自义随与律法要求的公义不成比例 基督的意却与律法的公义相齐 他若为我们代求 上帝绝对不会不听 他的位格如此尊贵 他的功绩如此显赫 以至于父对他有求必应 以前罪人对基督之尊贵的认识 有如盲人对太阳光辉的认识 而这时罪人却睁开瞎眼 看到那四射的光辉一样 五 有了如此深信之后 人意志的改变也会显露出来 举例而言 人的理智若宣判罪是邪恶的 人的意志就会憎恶离弃他 这不是说人敏感的视欲有了改变 或在任何形式上变得厌恶视欲的对象 而是说在他胜过理智 使我们陷入冒犯上帝的罪 而不以圣经为准则 让理智做主 让感官做谱的时候 人的意志会厌恶这种紊乱与恶 同时 对于罪所导致的痛苦 人此时也不仅能看清 而且为之痛悔